大家好,欢迎来到说漫无效 今天自己讲我们来学习修改图像的尺寸 我们首先来看这样一张图片,对吧 我可以通过图像大小 可以来改变这张图像尺寸 然后这里面输入我们需要的这个尺寸 但最好的话就是什么 最好的话就是说 这个图像不然拉伤啊 原来这个图像长方形,对吧 你把它改成一个这样一个形状 那么它可能会导致它会拉伸 会出现问题 所以前面有个叫约束它 一个链接,表示宽和高是等比例进行成 进行一个图像大小的改变 下面还有个叫分别率 好,改变好之后 这地方点确定啊 它就会可以修改这个图像的尺寸 好,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打开Footherber软件 下面打开素材文件打开 看一下这张图片啊 右键 点着上面右键选择什么 图像大小 现在是4549 3000多对吧 你要改变尺寸的话 菜单在这里面啊 图像大小 画布大小 这两个可以用来改变我们这个图像大小 然后这个这个地方单击右键也可以进行什么图像大小 画布大小 然后这个宽度我改成800 那么高度的话 它就变成了533对吧 你确定 它整个图像就输小了 那么你放大可能会造成模糊啊 现在70%多 右键属性 图像大小 那么就800 乘以533 这样就可以改过来了 对吧 关闭点 文件打开 好 再来看 图像 图像大小 这地方链接我把它去掉 这地方我改成800 高度我也给它改成800 然后点 确定 然后我们来看这个人物正常的对吧 但这样一修改的话 这样是等比例修改的 这样造成结果就是人物就变形的 看到没 如果这场景里面都是一些小的物体啊 没有关系 但如果出现这种人物的话 如果是这种边缘 瞧这个边缘 对吧 这是没有关系的 看不出来 但是人边缘的话 人一定会看得出来 这个人被压得很扁 所以不能这样去调整 对吧 这个虽然是我们是800 可以作为淘宝的主族 但是这种形状就变形了 所以不能这样去修改 我返回 和退一步啊 正常这样的脸这么宽 对吧 好了 再来看 这图像大小 对吧 怎么样修改 就这一个 只能就是尽量去等比例修改 这一个啊 这里面注意 尽量等比例修改 这样人物不会变形 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 叫画布大小 这个原来的宽度 当前对吧 画布大小是4500 乘以3000多 对吧 然后新建画布 这现在新建一个啊 新建一个 我可以改成800 参与 800 这可以手动调 对吧 然后下面一个就定位 以这个中心来定位 中间这个中心来定位 点确定 继续 它这个起到个什么 这个起到个裁剪 画布的作用啊 画布大小 能看到吗 它人物没有变形 它尺寸也是这么大 但是 外面的被裁剪掉了 对吧 画布大小起到这样的作用 后退一步 全部显示出来 然后再来看 画布大小 这个起到裁剪的作用 这个 但位置可以相对去改变它 加我800 参与800 它有个定位 就我从哪边开始裁剪 刚才是中间对吧 四周向中间裁剪 来看 我选的顶部来看 就是从下面进行向上裁剪 对吧 我点确定一下 继续 裁剪之后 效果就这样的 云彩的 天空的 看到没 后退 如果这地方向下啊 所以800 800 就是天空的 对吧 那么下面 向下的话 就剩下裙子这一块了 向下裁剪 向下就下面的保留了 对吧 上面的 就裁剪掉了 它起到一个裁剪的作用 这里面知道 画布大小 起到一个裁剪的作用 然后这个整体去改 对吧 当然我可以结合 这两个命令去修改 好吧 就是我想把它改成 800x800这个尺寸 好吧 怎么去修改 这样去来看 大家来看一下 我先选择一个叫 图像大小 首先我们要改成 800x800相处的尺寸 首先链接好吧 我这个高度 会800 那么宽度就1000万了 对吧 为什么我改高度呢 因为我待会把宽度进行 拆剪掉 如果你这个地方会800 那么高度它就不够了 看到没 高度533就达不到800 就会出问题了 对吧 所以我这地方会800 好点确定 它这个图像就小了 就变成800x800的 那么你下面再来进行 用图像大小 用画布大小 再盖成800x800 它就起到两边 拆剪中间的保留 继续 它想把两边拆掉 这样也可以进行改变成800x800的一个尺寸 当然我这地方只是打个比方啊 如果你想做成2000x2000 也是可以这样去调整的 好 可以吧 但还有一种方法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 我想做成800x800 怎么去操作 恢复啊 后退啊 本来很大的 对吧 还有一种方法 来看一下 就想改成800x800 就新建一个 尺寸为800 乘以高度为800 方便率72 对吧 点确定 这不是一个新的文档吗 是空白的吗 什么都没有 我可以将这个图片 拖出来过来 我可以随便去移动它的位置 对吧 但这个图像比较大 图像比较大 我瘦小看 图像很大 对吧 然后这样可能看到它边框吧 原来图像这么大 对吧 紫色的是原来图像大小 但是中间800只显示这么大 OK 没有关系 我们来看这里面 边提菜单有个叫 自由边换 这个康确加t快捷键 它可以这样去缩放 看到没 但这个缩放有个结果 这个果子会造成什么 这个人物会什么 确定啊 人物会拉伸拉扁的看到没 变形的对吧 但是说放它有技巧的 我先缩小 康确减号 缩小画布 我返回一下 后退一步 Country T OK 边框在外面 找到它 不能点上面 点上面是垂直压扁的 对吧 必须要什么 Country T 必须要找到这个角 然后我们结合 Shift键 Shift键是什么作用啊 等比例说法 可以移动 来看 我可以移动它进行个图 对吧 你这个图片 个图想象什么样的效果 到底显示多大 对吧 通过它来进行调整 个图对吧 然后一旦点歌选 或者双击它就确定了 双选 双击 确定向来 这样去做 这个800x800的尺寸的图 也同样可以去调整 对吧 方法很多种 这里面说一下 自由变换好吧 我这地方用Country T 的话来看 这个小一点 Country减号 说小 这个是中心点 这个啊 如果鼠标 移到这个边缘的话 移到这个地方 出现这个键头 表示什么 缩放 对吧 如果鼠标 移到外面的话 出现这个两个键头 这表示旋转的意思啊 可以给图像型 旋转个角度 旋转的作用 对吧 双击就确定 那么再进行Country T 的话来看 它还是这样的方形 对吧 这是水平方向收放 对吧 压扁 然后脚上面 才是真正的 真正的就是 从顶点来进行缩放 但是结合 Shift键 如果你按下R字键 它会以中心键缩放 然后加Shift键 以中心进行等比例缩放 中心进行等比例缩放 我们这样看图片是不是歪掉了 是因为我刚才用了选转 对吧 Shift加R字键 中心进行选转 输入法 切换到英文 中块号键 改变大小 Shift键是什么 这只要等比例缩放 对吧 Out键 这是设定中心点的 以什么中心来进行缩放 好 这一点大家了解一下 就是我可以通过什么 图像 有个叫什么 图像 大小 画布 大小 这两个可以进行修改 改变我们的尺寸 好 我们这一讲 讲到这里 大家去操作一下 谢谢大家 再见